1 RomeER? 多麼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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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10日, 國慶呀,雙十節,正宗那隻,三民主義,偉大的孫中山先生,是不是? 他一生人,唯一錯誤的決策,就是亂俄用功,所以都幾大罪的,其實他,都不知道叫不叫他做偉大的孫中山好,但是就千萬不要去中山買樓呀,啊不是,我鼓勵你去啦,你拿,拿,快點去中山買樓,我M通不去得,不讓M通呀?M通買不到大灣樓,沒辦法, 要投資有法治的地方,那就講完了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單消息,再分析一下另一個case,為什麼剛才會用一個會計,對比起英國的一個平民,因為是很切身處地的,你很多可能是教書的,可能是會計的,因為香港是一個商業型社會,你教書一定懂啦,是不是? 回計一定懂啦,什麼叫商業型社會,tercery sector 咳咳咳,我還沒開暖氣呀,開暖氣跟大家講呀,一直都還沒開呀,你晚上睡覺冷那時候又蓋屁又不用開的啦,其餘的時間你又穿夠衣服又不用開的啦,是如果呀,它真的去到零度呀那些,那你就要調高一點點氣溫咯,室內都還會有六到七度的,不過你就調高一點點啦,你在香港都是呀,曾經呢,香港都嚴寒的嘛, 那麼呀,降到只有幾度,嘩,多辛苦呀,但是那些人說不會呀,今年,就是因為越來越熱呀,夏天又不斷熱,那不知道會不會呀,你開冷氣一樣會有個電費,好金呀又是,九九千足順金,那先講講,接下來英國呢,有機會呀,是會限電,是啊,不過這個限電呢,就是你不是內地那些呀,內地那些拉閘限電嘛 有時實驚無神各樣,你真是掃手不及的,誒,來到英國我又試過,有一次停電呀,停了好像一兩個小時了啦,不過這個是很早前的啦,那跟著你睡醒又沒事的,那時候還沒講能源危機,那但是今回呀,由於英國呢,就depend on一些,雖然自己都有債,但是呢,外來的歐盟那邊那些電呀各樣呀,你都要看一下那幫歐洲的嘛,那萬一那裡限電的時候, 那時候呢,那英國可能就慢慢緊的,所以呢,於是乎就,會有一些,限電方案 House house are being warned of electricity black house this winter, here i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do to prepare 那這個呢,限電方案,在冬天時候會有啦,就大概可能會有三個小時的,in some areas,就即是不是全部的,某些區份,那另外呢,它是為甚麼呢? 那這樣說,它限電那時候,你真是沒有電用的唷,但是有氣用的唷,因為它是說甚麼呀? to protect supplies for heating homes and buildings,那即是它限電,是為了不要燒那麼多氣唷,有沒有搞錯呀,大哥? 就是,我反而寧願你停電那些氣,我說不是很用氣,太過份了,不過不要緊要啦,是否即是焗你要買它的天然氣呢? 這樣也有的,那通常呢,就在這個peak hours,喔,工作時間唷,停公司電,行不行呀? 即是四點打口那些,and it will be in the evenings when it's dark of sight? 外面是呀,英國三點就入黑的了嘛,即是沒得照明了唷,那大家要prepare了唷,雖然它會說你聽而已,你是沒得用蠟燭的! 啊,英國冬天鬼屎那麼大風,你是不會開槍的嘛,不開槍用蠟燭! 呃,我不知道啦,都可以的,但是,我想你要儲一下一些速電池呀,各樣呀,手機電筒呀,那些咯,之前那天入定電呀,誒,我都有一些USB照明的,OK啦! Except the number of people left without electricity would depend on how many gas power stations would be forced to shut down, 那即是看一下有多少天然氣廠啦,如果不夠氣的話呢,就不供電住給你的啦,那三個小時,還有輪流的,你這個攤,這一天是停的,那另一天就輪到下一個攤啦! 喂,它pare也OK呀!咯! 那還有呢,衛生要用的一些設備呀,各樣呀,又或者你家裏面有一些不是很方便各樣的人呢,那它會注意到的,啊,那它搞啦,我不清楚啦,即是說聲而已, 那它也有說呀,try to avoid candles,if you can,because there are fire risk,所以它都想過啦,嘩,跟著賣廣告,不看它啦,那清楚啦,這個是1970年以來呀,第一次,咯咯! 那還有呀,它只是Draft一個Word scenario給你的,不一定停的,那到時看一下咯,它講得輪流的時候,那你最多就是一個月停兩次,而且都可能是冬天最冷的那些時候呀, 它覺得Hitting是重要一點的嘛,到時就當然啦,嘩,精彩啦,大家都想看一下,英國停電的情況是怎樣的嘛,有沒有呢? 啊,能不能夠遇上呢?現在是懷著這個興奮刺激的心情去看這件事情的嘛,到時呀,看一下! 好啦,那講完那些能源東西之後呢,那我們就,因為之前是說會計思變平民那些嘛,你很多case可能會是這樣的嘛,你香港商業營社會,過到來英國第一時間,你未必compatible的嘛! 所以有些偽然呢,直接是走去開生意的,那我就不是很建議的,因為,至少不是初頭咯,人生路不熟,你怎知道市場是怎樣的呢?我這樣想咯,未來就不知道了,可能做生意好過打工的,夠養活自己的,我就不清楚了,香港沒得試呀,貴租各樣,你真是搞不定的嘛! 但是英國,你真是可以試一下呀,想一下呀,想一下呀,你生意一定是一個人搞的嘛!那不過呀,再商言商,即是,如果你真是搞的話呢,那些數一定要好清,如果不是,一定會吵架! 好啦,那今回就講一些平民變平民的case啦,很多的咯,有,你很多平民變平民的而已嘛!平時可能是做些很普通的office 事,啊,並不是那些不能取締的人手,可能做一些marketing啊, 啊,各樣的那些,或者管一下餐廳,甚至乎只能找到份墨記,沒有這樣的呀,我不知道呀!那這些工作呢,通常在香港就大概兩萬人左右啦,我是拿中位,咯咯,兩萬人很合理呀!而來到英國呀,他時薪就高一些的,那你香港那份就一定辛苦一些的!如果以香港的辛苦呢,在英國你應該是可以找到三萬多的! 那但是我都是拉兩萬多啦!不是我說的!你計算平均的那個 salary 而已嘛!2020年去今年加薪的啊!那你 full time 的一個,就是,全職! 三萬八千六百磅!那你說綁匯跌了啦!哈!所以,有時都幾難對的!你綁匯跌了啊!都是扣你四千左右而已嘛! 那三十四萬左右啦!除十二,就其實是三萬的!那不過我們當實際,那你又要... 還要扣一下稅喔!還有你不一併初頭就...有 full time 做的嘛!所以呢!就很簡單,我都是... 啊!兩邊一起計兩萬算啦!那來到英國的時候呢,這兩萬元在香港要住劏房喔! 你不用吃啊!是不是?沒有錢剩的唷!我講一個人啦!那但是來到英國當地的話呢,那就有數啦! 跟著再計兩夫妻!那單身的呢,就可能五千元租個位!那然後,包了水電煤啦!給多一千元!咦!一萬二三剩啊! 香港你...住劏房也要八九千啦!是不是?或者一萬!那然後呢,你交通費呢!食宿費呢! 猜向地租管理費,水電煤呢!你是住不了兩萬元啊!是一定要住劏房的! 好啦!是啊!所以對單身那些來講呢!一個人那些呢!二十多歲那些呢!一聲就走了過來了! 那現在計幾乎啦!幾乎你都未必!兩夫妻一起找東西做的!我不知道!但是香港你一定要兩夫妻一起找東西做! 如果不是不夠食!那於是乎不用住劏房了喔!因為兩夫妻你怎麼都租過兜啦!那就四萬啦!當兩個都做些平常的東西! 那租金那裡呢!應該就不用租那麼厲害的!屈質一點!萬五元! 那你還有兩萬五千元花的!那接著地租差響管理費,水電煤,寬頻費用,交通費用! 你不要講子女教育啊!啊!講完這些沒得搞的!你如果講一個專業人士呢!都是慢慢緊的!如果另一個不做事! 好啦!那接著,差響地租,管理費,慢慢計啦!萬五元!接著去多三千元!即是萬八!交通費去多兩千元!兩夫妻都要做事嘛! 香港交通費是便宜的!那去了兩萬元!接著吃東西啦!你有時回家吃,有時出街吃!啊!去四千元!兩萬四了喔! 還有萬六元剩下!那看一下他們還會不會去做些娛樂各樣啦!那兩萬元其實在香港用不需要交稅呢?是要的! Effective Rate啦!又是!就沒有那麼高!可能低一點!因為你二十四萬而已嘛!你減完香港的免稅,十幾萬!那接著可能還有其他免啦!我不知道啊! 那但是我先當你十幾萬先啦!那你有最初稅階的嘛!那你就交很低的而已!三厘左右而已! 所以你預算三千元交的時候,每個月多幾百那些不算他啦!那工強積金那裡沒有一千!那那就萬四!還有萬四剩喔!那我重複一次啦! 租金!萬五!管理費!萬六!差響地租!萬八!水電煤!萬九!看你怎麼用的有時! 歡憑上網電話!兩萬!交通!兩萬二!夫婦一起吃東西各樣!我都是加四千而已!兩萬六!還要兩個人實拿實恥!真是! 在香港都找到東西做啊!不容易的!那於是你還有一萬四千元剩!OK!這個是你的Disposable Income! 那如果你那些食物有通脹啊!有空被人罰下限聚令啊!那我不清楚啦!總之你是有大概萬四元剩! 好啦!英國啦!兩公婆一起做事啦!其實我都是當作停下!然後又可能...就是你不能回到全時間啦!那我當你是... 非常之...不是很熟悉這裏的環境!那...我當兩萬一個人啦!所以... 剛才講了為什麼啦!它實牙實恥的!以前的!現在有加薪的!哈!那我當2020年的數據! 三十八萬兩千鎊!那你乘回港匯!那就是三十四萬三千八港幣!除回十二個月! 其實是兩萬八千六百五十元的!它的中位數!那我不當你是全時間的! 啊!不拿中位數的!那...粗粗地點都有兩萬吧! 哇!又或者都是那些輕騎啦!你拿專業人士給又沒得給呀! 好啦!份工總好不同啦!香港你可能是office工啦! 那...朝九晚六!應該是朝九晚六啦!是吧! 英國未必需要那麼長時間!這些店舖很早生! 那總之計回兩萬人!兩公婆一起啦!那因為你要付稅的! 如果是兩萬!即是二十四萬十幾!那你都要付兩萬人稅! 再加上國民保險你怎麼都要交的啦! 當是交強積金的!因為!那於是乎! 那我簡單點啦!二十二萬!再減兩萬人稅! 即是二十萬人!一個人啦!那兩公婆就四十萬!一年啦! 現在由四十萬開始扣!兩公婆嘛!那那裡有三萬三銀! 即是你交了稅剩下三萬三!由四萬跌到三萬三! 那你租一間屋不會那麼寒酸啦!即是不會是share flag的啦! 都可以的其實!不過我當你租就一萬三元啦! 其實很多一萬的而已! 一萬三我當你選一些校區啊!各樣都不錯的那些啦! 那剩下兩萬元!交通費去三千啦! 一萬七!Council tax怎樣都要付的啦! 當是差在地租的啦!那一萬五千五!我不斷扣下去啦! 一萬五千五!那去你的寬頻啦!再加上電話啦! 五百元搞定啦!一萬五! 好啦!一萬五元!那看你交通完之後! 對啦!計了交通啦!計食宿! 一萬五元計那個食物!水電煤等等啦! 我當你兩千啦!那一萬三!兩千會不會太保守啊! 我不知道啊!因為我交開幾百元而已! 那再加上水費一萬二千五啦!五百元水費! 其實沒有小孩已經叫...都幾浪費! 好啦!食物方便啦!如果你不出街吃的話呢! 那應該都還有一萬! 如果出街吃的話呢!那你自己成個得啦! 那就是剩下八千的而已! 那這個生活來講呢!就是... 就是好像香港...你在那些屋邨裡面的生活啦! 屋邨是說你西貢啊!元朗啊!那些! 不過它又會方便一點!因為它那些超市就... 你很容易去到的!又或者網購又會...都幾方便的! 香港它當你來到偏遠地區的啦!未必送的! 但是這裡呢!你那些叫normal! 那所以!兩邊一比較之下! 一邊呢!就有萬四銀兩公婆! 另一邊呢!就剩下八千至一萬! 那還有有時你可能有些投資各樣的嘛! 那當然啦!這件事呢!是講緊兩公婆! 你香港那邊就應該是...做到沒什麼時間剩的啦! 啊!來英國這裡呢!如果你是... 打多份工的話那就很難講啦! 啊!就應該是不止此數的!還要多些! 但是你會獲得的! 就不是...看小病那些!看小病很煩的! 但是如果你大病那些呢! 基本上那些醫療各樣你不用...去敢不啦! 你在香港那個醫療是完全搞不定! 那還有旅行方面的choice 都很不同啦! 你在香港可能是去台灣、日本、韓國 或者東南亞! 但是在這頭你可能是去歐洲的! 有些去美國啊! 所以你明白啦! 啊!為什麼兩公婆還是很多七上八落那些呢! 在這頭子女不是很花很多錢的! 讀書又不用錢啦! 看醫生又不用錢啦! 平時都是這些多錢的嘛! 所以如果一計算小朋友的話香港那邊就沒有錢啦! 那但是不計算小朋友的話呢! 那你又見到好像香港呢! 就多些錢花喔! 是這樣的啦! 那個問題就是你覺得值不值得給多... 你自己計算到啦! 剛才我都講了啦! 那裡有成四千塊! 你值不值得給多四千至五千? 啊!跟著去享受一些優質一點的生活! 還有買個安全! 這個是很理性的! 啊!對於兩公婆! 普通的兩公婆啊! 就是都是兩萬多人那些啊! 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考慮就是這件事! 值不值得! 那如果有朋友扶持的時候大家一起走的話呢! 就絕對值得啦! 反正都有個朋友在旁邊就緊! 是不是? 一起去叫做照應嘛! 你又做這樣! 我又做那樣! 大家認識的時候互相交換! 那你一比較之下你就明白啦! 就是對於中下產來講! 就是卡了在這個位啦! 那! 回得輕輕一點! 但是呢! 環境就沒有熟習一點! 但是呢! 生活就舒適一點! 而且呢! 又安全一點! 一路又永逸! 願不願意! 每個月! 兩公婆一起! 給多四千塊! 就是每人兩千塊! 每人兩千塊! 每人兩千塊! 除開又好像! 挺值得玩喔! 至少你吃的東西新鮮些! 住的屋又大些! 不過天氣又冷些! 穿多件衣服咯! 以上呢! 我就跟大家計的 就很地道的一條數啦! 你不是每次要住倫敦的嘛! 我要看回你的舒適度的嘛! 如果你真的要住近英女王的! 那可能你公總選擇上一定要啦! 那你就自己取捨啦! 你賺的可能是多了一筆! 那筆是否值得你又給多些去住那個區呢? 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裡! 好! 好!